橘色上衣的男子牽著愛犬在馬路上散步 但仔細看他走的路線卻越走越偏 甚至整個人就走在機車道上 就在這時候後方一輛機車疑似騎太快 完全沒有煞車 當場將男子給撞飛 而他的勾勾看到主人被撞也被嚇壞 驚悚車禍發生在九號深夜十點多 花蓮吉安路三段 55歲的李姓男子疑似喝得太醉 在馬路上斜著走 被後方21歲的小型騎士當場撞飛 救護車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由於李姓男子腦部出血 傷勢相當嚴重 需要緊急送醫治療 回到案發現場 可以看到馬路上留下斑斑血跡 肇事的紅色機車也還遺留在馬路旁 而機車的龍頭則破裂毀損 就連方向燈也掉了下來 所幸李姓男子命大經過搶救後 目前人已經脫離險境 三連新聞呂彥宏瑞里花蓮報導